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12月15日 星期五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局勢 話說較早前 經由美國聯邦參議院和眾議院 完成協商的2024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卻在昨晚獲得表決通過 這一項總額高達8863億美元的法案 將會在拜登簽署以後生效 法案的其中一條列明 要將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列為海外的敵隊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傑斯 在法案通過以後表示 美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 這項法案的通過 是要向美國敵手傳達強烈的訊息 在講到之前 首先呼籲各位益友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這部法案表決的情況是怎樣 這部法案較早前 已經獲得美國聯邦參議院 以87票贊成 13票反對 通過了 而聯邦眾議院 亦是以310票贊成 對118票反對 通過 這部法案的總額 高達8863億美元 其中一條特別受到關注 為甚麼呢 因為跟香港有關 其中一條列明了 所謂Foreign Adversary 即是海外的敵手 或者海外的敵人 這個Adversary有很多譯法都可以 有哪些國家列入了這個範疇 有六個 第一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二 是古巴共和國 第三 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第四 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 即是北韓 第五 俄羅斯聯邦和第六 委內瑞拉波利亞爾共和國 指明在馬道羅統治下 如今 香港正式和古巴 伊朗 朝鮮 俄羅斯 以及委內瑞拉 齊名 其實這部法案 即是2024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案 是幾經爭議的 作出了不少修正 但是這部份 就是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即是沒有人就著這個 所謂海外敵手 或者海外敵人的定義 作出任何修正 或者反對的 就獲得通過了 這部份 好了 那麼 香港被列入了 這個所謂 Floven Aversary 即是海外敵手的 範疇裡面 那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就嚴重了 原來 在這部法案裡面提出到 香港的有兩個部份 一個就是香港被列入了 這個清單裡面 另一個就是 這部法案列明了 要審視一下到底 有哪些人是干犯了 所謂中國的暴行 那它又是有一個定義 寫了出來 在這部法案裡面 特別列明了 有三種的罪行 第一就是反人類罪 第二就是種族滅絕罪 第三就是戰爭罪行 而且它說得很清楚 哪些人是將會被審視的 包括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包括什麼呢 特別指明了是包括 新疆 西藏 和香港的成員 香港的地方政府 所以 包含的範圍很廣泛 我就留意到 香港現在這麼厲害了 說到和伊朗和朝鮮齊名了 但是特區政府還沒有回應 這個比較奇怪一些 因為現在 特區政府對於 美國政府或者政界 針對香港的一舉一動 他也是非常敏感的 不知現在 他們還未知道這部法案裡面 其中一條有包含到這樣的條款 定義或是未曾讀好 那份稿怎麼說 反正還未有回應 因為 就算說德國 日本 或者是法國 哪些國家 凡是說香港不是的 特區政府都會回應 我相信可能在明天 特區政府會有回應 也不奇怪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什麼呢 就是商界如何去應對 是不是 很嚴重 他檢視範疇 不單止是說大陸政府 或者是 老共的黨員 官員 僱員 還說包括香港 香港的官員 成員 可能是說行會的成員 他又不是官員 又不是僱員 另外僱員 就是說公務員 說了那些所謂的代理人 那就糟了 很多人都會被檢視 檢視什麼呢 就是三件事 反人類罪 種族滅絕罪 和戰爭罪行 那商界如何去應付呢 是不是 現在美國針對香港的態度 只有越來越收緊 我相信在這一部 這樣的國防授權法案通過了以後 恐怕 香港三個駐美國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將會都是凍過水了 因為你看到美國 政界對香港的收緊 是沒有停過手的 即使在這個拜集會過後 本來上面有些官員 或者是學者都在那裡放風 是不是 要求吹和風 要求就是說 我們特區政府 不要再這樣反美了 要盡量和英美复和 但是似乎 沒有人走這一套路線 故此 現在美國又再走多一步 走前一步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呢 就是只有越來越僵 現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難怪今天 有一個消息說 港交所行政總裁 歐冠聲 他是洋人來的 歐冠聲已經通知了 港交所的董事會 他在2024年5月 任期結束以後 就不會尋求連任了 即是不續約的 走人了 雞飛狗走了 那為什麼呢 本來找到這個洋人 來做港交所的CEO 無非都是要 即是為香港的面上貼金 告訴別人 香港仍然是一個 多元的城市來的 中世文化交融的 是能夠接納得到 洋人的意見的 即是你要找他來做一個 毛板的 對不對 現在他也走人 而接任那個 就是現任的 聯席營運總監 陳奕廷 那是一位女士來的 但是他是唐人 即是洋人 現在不再幫你演戲 他走老 他不再續約 那怎麼辦呢 那你商界如何去應對呢 在今年 香港的股市IPO 就已經輸了給印度 而且在整年裡 都沒有任何一家的外資企業 願意來香港上市 今年的情況上就是這樣 接下來美國對香港的緊箍咒 愈收愈緊的時候 更加沒有 你不能夠說 預期他有些美資的企業會突圍的 因為他會被美國國會召費 他哪有夠膽來呢 於是財政司司長 過去一年多以來 不斷地外訪 還是不知外遊 總之他出去了外面 招商引資 獲不到當地官員接見 尤其是當他去到英國 根本上跟坐冷板凳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任何一個英國現任官員肯接見他 最多說在晚宴上有些稀客 比如說 鄧蓮如女男爵 有出現了 但是那個是給面派對 你能夠為香港 吸引到多少揚資企業回頭呢 這是考功夫 但我看來就不樂觀了 美國步步進逼的時候 你怎麼辦呢 你又沒有 你又沒有釋出善意 老實說 怎麼都要有一方 是要走出第一步的 你叫美國式出善意 就不可能了 要靠你特區政府的官員去做 但是 你又不是很願意去做這件事 或者根本上都沒有見到 有這個跡象出現 繼續都是戰狼式的回應 發新聞稿 然後 借美國 現在少了一些 政棍出來借美國 包括那些 經常說要去美國領事館示威 現在少了 沉寂了 但是 官方的態度 仍然是對美國 很明顯還是不友善 好了 人家走前一步了 你又繼續來做這個先鋒 我也不明白你做這個先鋒做什麼 好了 越搞就只會越僵 越僵 經濟就越和 對市民的福祉來說 越嚴重 越嚴重 我留意到 美國之音有篇報道 就訪問了 劉夢雄 夢翁 夢翁就說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傳票通過 要取消香港經貿辦的特殊待遇 他就認為 意味著香港實施國安法超過三年以來 美國評估香港已經失去了 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高度自治 也都不再承認香港 是在一國兩制底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劉夢雄還說 現在令到美國 無論是政界、商界、學界 不論是民主黨、共和黨 都認為香港已經背離了一國兩制 已經是實際上搞緊一國一制了 例如現時政權所說的清一式愛國者治港 實際上就是1918年1月 列寧和托洛斯基所搞的 一切權力盡歸蘇維埃的一套 完全就是將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搬到香港 美國政府見到現在香港公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就不是一國兩制了 而是一國一制 劉夢雄就說 美國之所以要取消香港特別行政區 駐美國三個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特權 其實就意味著美國不再承認香港一國兩制的地位 認為香港已經淪為了一國一制的中國內地普通城市了 這件事情他就說相信 無論對五眼聯盟也好 歐盟也好 日本 韓國也好 都是帶來了一個領頭的作用 就是變成令到香港那套一國兩制 就不再被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所承認 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也都會是江河日下 這就是為什麼 有人說香港已經成為了 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的原因 劉夢雄還估計 相關法案 在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獲得全票通過以後 下一步很有可能 就在聯邦眾議院的全體會議獲得通過 到時香港的一國兩制地位 就會在國際社會急急可危 甚至可能會引發出連鎖效應 令到香港在其他國際組織 包括世界貿易組織 和國際奧委會等失去的席位 老實說 劉夢雄所說的這些估計 就不是完全說 危言慫聽或者生安白做的 而是有他的基礎 因為西方世界 就是以美利堅合眾國為首 來領導 這個我想大家都沒有意義 如果美國都剔除了 你三個駐美經貿辦的特權的時候 他隨時又可以移動 你其他國際組織上的職位 他可以質疑你 為什麼你可以加入這個組織呢 很多時候 香港的資格 其實就是繼承了港應時期的資格 你現在告訴別人是一國兩制 別人就沒有所謂了 你繼承了那個席位 但如果別人認為你是一國一制的時候 就不同說法了 老實說 有些國際組織 在澳門也沒有參加 比如說奧運會 有香港的代表隊 沒有澳門代表隊 所以 不是必然的 雖然有些特區政府官員說 香港現在的單獨關稅區 或者國際地位 就是基本法所賦予的 你在香港對著市民說 市民局主要聽 你放在國際社會上 你將這套說詞 你能不能夠說服到其他國家 即是你一帶一路的例外 那些跟你攬頭攬頸 很老友 實際上又找你好處 你找些丐幫認同 你沒用的 到底西方國家認不認同 首先 這個才是最重要 你說基本法賦予沒有所謂 我覺得 你喜歡怎麼說都可以 在香港對著市民 他被迫要聽 他不聽也不行 但你放在國際社會 人家認不認同你是很重要 分分鐘真的會出現連鎖效應 最後我們看看夢翁有什麼補充 他就說 香港能夠享有不少的特權 就是基於《中英聯合聲明》 以及《基本法》 對香港的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變這些規定而來 劉夢翁指出 既然你自己中方裡面 幾年來多次單方面的背信棄義 宣稱《中英聯合聲明》已經過時失效 成為了歷史文件 即是單方面撕毀《中英聯合聲明》 換言之 就是大陸自己親手毀了《香港一國兩制》的地位 故此香港的國際地位就會是江河日下 也主要受到近年 凡事左三分的極左政治氣氛影響 他認為特區政府 乃至建制派的政黨組織的強烈回應 只會是幫倒忙 和大陸希望改善中美關係 帶動經濟發展是背道而馳的 那麼我們又要反覆引述 習近平主席在《三藩市》說得很清楚 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 就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 好了 最後我們就看看 關於昨天增加了五名的通緝人士 國安處又說懸紅一百萬通緝 這個不用說了 因為大家看新聞都看到了 但是另外有四個人被捕 這就值得關注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四個人 據國安處所說 就說訂閱了羅冠聰和許智峰的網上平台 指控他們用金錢資助羅冠聰和許智峰 就拘捕了他們 一般外界估計是他們訂了Patreon 因為羅冠聰和許智峰都有開Patreon 但是警方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指稱是哪一個平台 在這裏 沒有直接點名 因為如果他點了名的話 Patreon也要回應 他現在沒有點名 好了 我就想討論一下 究竟訂閱Patreon 現在有四個人被捕了 因為Patreon作為一家美國企業 美資的公司 你是不可能因為收到香港警方的 或者國安處的要求 叫你提供訂閱者的名單 然後全部都供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覺得不只拘捕四個人 老實說 我看到報道訂了許智峰 有二三百個人 我看到報道是說 那不只拘捕這四個人 如果別人是把這個名單供出來的話 那我不相信Patreon會這樣做 因為一定會出事 美國政界都不會放過Patreon 如果他願意把這個名單放出來 於是 有什麼途徑是會知道 有幾個人訂了Patreon 我相信 有機會就是 他們可能在一些社交平台 可能是Facebook、Instagram 或者是Whatsapp、Telegram等等 這些這樣的平台 他們有對外來分享 比如說在Whatsapp群組裡 我發佈給老友 看看 那不知道有一個原來是男的 就是他把他的灰 那又有可能 對不對 又或者在Facebook那裡 轉發了這些東西 那又出事又有可能 因為Facebook多數人都是實名的 所以我經常勸大家 不要玩 Facebook那些實名的東西 因為很容易出事 最多你貼一些吃喝玩樂 去旅遊那些東西就算了 如果你說是Patreon 直接給了香港警方 我不是很相信這件事會發生的 另外我也同意蕭生 那個分析有一件事 他就說 是否被通緝呢 就是一個 紅線來的 就是若然 你知道 那個人已經是被香港警察通緝的了 但是你繼續訂閱他 那麼那個風險是會較大的 那我也同意這一點的 那麼我們呢 就昨天 已經是立刻在Patreon 就是我們自己頻道的Patreon 就發佈了一篇的文章 就呼籲大家 是可以將一些私隱的settings 是做好一點的 那就不要將自己訂閱了些什麼的頻道 或者將自己的個人資料 是被其他的訂閱者 是看得到 因為現在Patreon by default 就是他預設 就可以被人看到的 就是被其他 訂閱了同一個頻道的人看到 那麼你不知道 有沒有人滲透的 老實說 我們做經營的那個頻道 也都不會知道哪一個打哪一個的 那麼 故此 大家要做好這個 私隱的設定 盡量保障自己 還有如果你是在香港境內訂閱的 訂閱了我們的頻道 我建議大家 就不要留言了 因為你不排除有些人滲透了進來 他專程就是看一下 對回一些名字 究竟他是不是訂閱了呢 比如說 陳大文 經常留言 在羅冠聰的Patreon 然後警方又在Facebook 發現有個人叫陳大文 經常分享羅冠聰的文章 可能就是這樣會出事的 我相信這個機會 就大過說他直接問Patreon 拿了完之後 Patreon就給了 這樣 好了 另一個我就看到 行政會議成員 湯家驊提到 看片 也有可能犯法 如果你知道那個頻道 經營那個頻道的人 是被香港警方通緝的時候 你看他的影片 因為你看了他的廣告 所以呢 就等同於資助那個頻道 或者那個被通緝人士 首先呢 其實我又覺得這個 說法是很荒謬的 是不是 如果看片也犯法 真的比朝鮮更嚴格 是不是 看片怎麼會犯法呢 還有老實說 你看一條片 毛利頭彈了一個廣告出來 那個是YouTube 派給觀眾的 不是觀眾自己request 他是處於一個被動位置的 彈出來的時候 難道不看嗎 難道馬上會機嗎 這個是說不通的 如果你認為 看 比如說現在他在說的是 星期二得道 還是星期二日報 現在改了名字 如果你認為看他的片 看完廣告 就會違反國安法 那你應該把YouTube 和Google拘捕 因為廣告 是他們派給那些頻道的 那你還為什麼繼續 讓他在香港經營呢 在香港其實主要都是做廣告業務 Google 他沒有其他工作 其他那些全部是 在台灣或者新加坡 那些業務 主要是在香港經營廣告業務 那你是不是繼續讓他營運下去 還是趕他走 第二個就是說 我會呼籲大家一件事 大家在社交平台 Facebook也好 Whatsapp也好 就不要分享那些 Youtube的影片 你自己看完就算了 除非你認為那個東西很老 不會出賣你的 不然的話 真的不要分享了 老實說沒什麼作用 我們後台的Portle 因為我們Youtube有個Studio 的Portle看到的數據 來自分享 即是在社交平台分享的訂閱 而吸引到那個點擊 是十萬次 只有十幾次 即是我們一條片 十萬個點擊 這樣就算了 只有十幾次是經Facebook 帶過來的 所以我覺得根本上都沒有什麼作用 反而如果你在Facebook那裡分享 一些黃台的影片 我覺得你就留了一個底 在那裡被人查 我建議如果你在香港境內 生活 那就不要分享了 Youtube的影片 另外有一點要提大家 就是大家其實訂閱了哪些頻道 他本身的所謂subscription list 就是那個訂閱的列表 又是by default是public 即是公眾可以看到的 我建議大家設定做Private 就是你自己私人才能看到 那就變成理論上來說 你訂閱了哪一個頻道 以及看過什麼的影片 就沒有任何外人知道的 而這件事 就算 你說香港警方要問Google拿資料 Google其實明知道 如果他在做政治檢控 就不會給他資料 即是以前Google發佈過 一些報告出來的 那這些就是大家盡力去 去保障自己的私隱 對吧 其實我也留意到 在這一兩天 不少黃台的訂閱人數 都是有所下跌的 比如說我們這樣 原本是二八萬一千二百多 現在就降到二八萬零九百多 即是有三百多人 即是害怕而離開 其實是成功的 即是說這個特區政府 因為他在不風網的情形下 已經製造了一個寒蟬效應出來 令到有些人害怕 從此不再看這些黃台節目 他慢慢就是陰乾你那群海外的黃台 這個真是黃台之瓜 告訴大家 但是如果大家做好些功夫 其實他很難問到Youtube去拿資料 當然你要自己衡量 那個風險 我們就沒有被通緝 現在這一刻 我認為都可以放心收睇 之後怎麼辦 之後就算了 現在touch with 說句也沒事的 但是大家的擔心 我也是會理解的 因為我看到其他台都是跌 比如說蕭先生 他從八十五萬三千 就跌到八十五萬二千 即是有一班人 他是很驚恐 沒有辦法的 這個我會理解的 大家的心情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